看看新闻网 一定要点 走 哎呀 走了 上海年夜饭必吃菜 第十道 全家福沙锅 上榜店家龙景轩 上榜里游 举家欢聚不可少 怀旧菜式老味道 说实话 如此热闹的场景 乍一看还以为是婚宴呢 其实过年 大家就是冲着热闹来着吃饭的 他过来吃的 哪道菜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 那我觉得呢 如果说是过年过节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哎呦 这个菜看上去就特别有派头 对的 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有那个很有气氛的 就是热闹的那种感觉 一看到这个菜就觉得 是大家团聚了 对对对 上海人自北到过年 就家家都有这一道菜 对啊 我觉得 实力味道都很好 在家里 我做的价钱是做不错的 在家里咱们也会自己做 对 是吧 过年的时候 过年轻盆烤油 实施的时候呢 要做 这个全家福砂锅 内容非常丰富 一般一大家子来吃饭 都会点上一锅 热气腾腾的 吃起来别提多带劲了 天冷 然后是吃其他东西 没有汤的话 容易冷得快 然后有辱 这种汤水水 有一锅汤在那边 然后又有很多食材在里面 那么自己想吃什么 吃什么 也不容易冷 哎呀 蛋小全吃完了已经 没有了 哎呀 采访的时候蛋饺被吃光了 熏鱼 咸肉 炒鸡 鱼丸 大家各有所爱 当然绝对不能少了蛋饺 大人小孩都爱吃 夏丽你好 你好 小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这儿的全家福里面 都有哪些好吃的 这里面有海鲜有虾 有我们自己农场的雪山鸡 还有就是上海人一个传统的五蜂咸肉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三菱糖的一个肉皮 完了有我们自己制制的一个蛋饺 其实这个全家福这些搭配也是咱们上海人就这么多年传下来的一个搭配 传下来 就是基本上像大年夜之类的就是家人聚餐就是彼此的一个菜 有一样蛋饺刚刚很多时刻都提到 就是特别的好吃 咱们家这个蛋饺刚刚也说自制的 对对对对 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 我们有就是肉呢 是自己的自己那个五花肉啊 五花肉自己剁出来的 然后就是现拌好 完了我们做蛋饺 专门一个做蛋饺的一个工具 所有的食材过水之后 依次摆进砂锅里 倒入炖好的青鸡汤 大火煮开十分钟 马上尝尝鲜 刚刚那位朋友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蛋饺被吃光了 现在想着很可惜 赶紧尝尝味道 哇 这个蛋饺真的不错 你看啊 他在这个汤里煮过之后 蛋皮依然非常有弹性 皮和馅都很有弹性 而且一吃就感觉 这个肉馅非常新鲜的 肉香味很浓郁 而且如果你蘸一点 这个汤汁的话 汤汁又很湿润 跟蛋饺一起吃 非常非常好吃 但是啊 这个全家福呢 一个人吃总是觉得 不够带劲 这样吧 变大老师 咱们赶紧开动好不好 来来来来一起一起一起 哎 对了 这才有过年的感觉嘛 上海年夜饭必吃菜 在第十道全家福沙锅 在开了到这里 时可爱必须 但是你看 Starting 三打儿 诉